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四头 今天的是年初商 年初商在我们这边都是有亲戚之间互相穿门 也就是说外面的亲戚会来穿门做客 就是走亲戚 我家的就是有三个姐姐 三个姐姐都在外地 就在戈壁镇 戈壁村 今天所有的亲戚都打了电话 就是说过来穿门 因为现在就是说非典 不是非典 是武汉肺炎 他们都谈到现在武汉肺炎 或者说把村门担心交叉感染 所以说今天年初商 就是说没有一个亲戚了 春节到现在没有个亲戚来送门了 看望父母和亲戚 村门都没有 所以我今天就谈一下关于武汉肺炎的事 所以今年春节过得非常的冷清 没有像以往那么热闹 因为是大家都担心武汉肺炎 所以亲戚就不主动了 所以过得非常的冷冷清清的 今天我就是去镇厂去买这种口罩 把这种口罩我在镇厂跑了四家药店 四家药店都没有买到这个口罩 而且是卖口罩的店员是吧 他说最普通的口罩已经买到15块钱一个 就是我现在手上拿了这种口罩 这种薄薄的口罩15块钱一个 而且还买不到 所有的腰店的口罩都已经被抢光了 我这个口罩的话 是我的那个哥哥打回来的 因为我那个哥哥的话 他在那个公司里面上班 他搭了个口罩 他搭了一部网口罩 他就他就设在口罩 他就给我 没有用过的 他脖子脖子 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你想要 我们这个县的话 是在福建来讲的话 是非常偏僻的 比如闽西嘛 闽西的一个小县城 比较偏僻的 这么偏僻的地方都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亲戚的话 就是说 他是在另外一个县的 在山明地区的 山明地区 宁化县的 他有一个村子的话 村子的路都已经封掉了 也就是说村民 就是说不论外面的人进来 里面的人 意思说也大概就是不要出去 也就是他那个村子 被封了 我这边有他村子贴出来的那个公告 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就是他们村民的同胞 也就是他那个村子他也封了 他自己把他封了 为什么他那村子有封呢 听我那个亲戚讲 是我那个亲戚的亲戚 就是说有很多从武汉回来的 但是究竟有没有人感染就不知道 所以说他整个村子都隔离了 所以说我今天就谈一下 谈一下这个事情 我我认为这个武汉飞行的话 就是说现在新婚众的话 也是到处都是在报道 所以我认为很有必要 就是说在信息上 应该要留 让大家引起重视 但是在我们农村里面的话 现在的话 大部分老百姓的话 都非常重视 都会自己去抢着买口罩 还是亲戚之间打电话 发微信 说不能来往 还要快传染 什么样 所以说其实老百姓并不傻 所有的老百姓都在谈这个 谈这个武汉飞行的事情 都是在谈这个武汉飞行的事情 大家都在谈 因为这个东西 是会传染的 会冷传人的 所以说我是非常必要 就是要进行信息沟通 是吧 比如说哪里人又被感染了 我认为这个应该很冒出来 很有必要 因为人家都才会硬起重视 对吧 硬起重视的话 就是可以预讽交叉感染 可以减少感染 所以今天就谈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我在手上拿了口罩 15块钱一个还买不到 已经没得卖在我们身上 没有货 就谈一下这个肺炎的事 我这两个都是 这几个都是我哥哥他从肠里面打会 他肠里面大的嘛 你看肠里面大了 这一种的 他从肠里面打会 所以今天就谈一下武汉飞行的事 我认为这个武汉飞行的 他既然会冷存冷的话 大家就应该引起重视 对吧 找一方找个离 自己 是吧 找治疗都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 信息沟通 是吧 大家都能了解一下 哎呀哪里发生了疫情哪里怎么样 能够通过信息沟通 然后引起大家的重视 是吧 大家能够通过大口罩啊消毒啊 比如说 这样子通过沟通啊 信息交流啊 直到该怎么来预防 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说把它瞒住 瞒在那边的话 你也不告诉我 我也不告诉我的吧 这个是非常的危险 是吧 所以说我认为 预防的话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讲卫生 就是说要大口罩 比如说你要去镇上买菜啊 去那个 人流量大的地方啊 一定要大上口罩啊 对吧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不要去窗门 去集会 去人流量大的地方去 尽量不要去 所谓必不得及的 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在人流密集的地方的话 非常容易感染 特别是自己没有病 一点点小病 自己家里面吃一点药 不要老是跑一夜 一夜也是非常容易感染的地方 是吧 所以自己要首先应急重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反正我的亲戚的话 所有的亲戚都非常重视 包括我们虽然是这个很颠秘的村庄 非常重视的 今天这个村庄 几乎没有人来窗门 大家都知道 武汉肺炎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从外地回来打风的 很多都是从厦门 和广东回来的 是吧 大家都不延远去霸年 都霸年了 霸年了都很少 所以这也应急那种重视 就是自身的总部做起 是吧 这样子的话 才能有效的 隔离武汉肺炎 但是武汉肺炎究竟有多严重的话 因为我们是没有这个信息来源 都不知道 只有这亲戚之间会沟通一下 是吧 有时候我这个亲戚的话 他那个亲戚的亲戚 他那个称子被封了 进出都被封了 引起称民进出了 是吧 那我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别的地方我就不知道 但是说通过新闻的话 也看得到一千多人感染 是吧 几十人死亡是吧 武汉那边已经封城了是吧 所以说 虽然我们都见离武汉非常的远 但我认为有必要引起重视 对吧 所以说今天去讲一下这个事情 我死头的话 就是说 准备过两天的话 就是去贵州 因为我在贵州那边有朋友 他也希望我 估计待一段时间 我现在在贵州待一段时间的话 然而我的目标呢 就是 往西藏那个方向去 是吧 湖北的话肯定 不会去的 是吧 发生这个事情 估计的话 那就先当立天躲 对吧 往西藏那里去 现在贵州待一段时间 因为我在贵州那边是有朋友的 是吧 我在家里的话也待了很长了 因为 春节以前到现在来吧 差不多也待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左右 所以今天就讲一下 关于武汉肺炎的事情 我认为就是说 大家要引起重视 对吧 就是说要自身要防护起来 是吧 你不能说靠别人 是吧 既然知道 发生了这种会能存人的疾病的话 自己要有一种预防 多看一下新闻 都了解一下医学知识 就是说 少去能流量大的地方 是吧 情急之间的话 没什么事 就微信上聊一聊是吧 不要去穿门 因为很多情急都是从外面回来的 是吧 这样子吧 可以有效的进行 有效的预防交叉 感染 去买菜的话 一定要搭上口罩 所以农村里面好一点 以后自己会种菜 感激的话尽量少去 是吧 所以今天就讲一下这个 我今天去买口罩的话 就是这样 没有 三四家药店我都跑了 整个正宗的药店 三四家我都跑了 然后早就没有了 早就卖光了 他说是最普通的一个口罩 就这种最普通的口罩 一个不是一盒 一个都卖到15块 我这个呢 是我个个打回来的 我个个他是 在厂里面上买的回来的 他搭来一部分口罩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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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